另外带你来看到的是 虽然去年的圣诞节刚过 不过新庄复名礼的圣诞节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创意 因为礼长举办了圣诞节活动 而且他是以西洋圣诞节为活动的主题 另外礼长也特别打扮成 可爱的卡通人物 吸引了许多礼民抢着跟他合照 当天副议长陈文志也特别亲自到场 我们带来看看热闹的活动实况 如何增进亲子同乐的时间 新庄区复名礼办公处独树风格 专挑大小朋友喜爱的西洋圣诞节 作为活动的主题 尤其礼长陈清泉还逗趣的说到 每年也会以不同的卡通造型人物 展现他个人的风采 吸引李明抢着跟礼长拍照合影留念 我每年都给那个小朋友一个星星 我们往年有扮演过海盗王 还有流魔王 还有埃及王 我们自从我上任以来 我们每年都有举办这个圣诞节晚会 我们希望这个圣诞节晚会 能带给那个里内的这个小朋友 跟这个家长有这个亲子活动的Event 妈妈一起来真的很开心 然后还有抽奖活动 让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喜悦这样子 新北市副议长陈文志亲临会场支持肯定 里长为乡亲们用心的付出 努力成果看得到 副民里能够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找所有的里民一起来 最重要是希望所有的里民能够过得平平安安 对新的一年也有一个新的期许跟祝福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摸彩以及节目表演都是重头戏 从现场作无虚席的人潮 可以看到里民踊跃参与的情况 这也是对主办单位举办活动的肯定 永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 请趋兜